新北市政府农业局为了让民众可以随时品尝到珠葱的香甜滋味 与平溪区的农会共同成立了珠葱小铺 常态性的贩售新北市特产珠葱以及相关的加工品 欢迎到平溪旅游的民众多多品尝 每年3月份及4月份是新北市珠葱最鲜嫩的季节 为了方便民众购买 特别在新北市珠葱最大产地平溪区农会成立珠葱小铺 常态性的贩售相关的产品 珠葱是不免用农游的 我们将南部的经济 我们将国外倒回来到北部 我们北部的时候 在我们平溪 是在100年的时候 就开始到费用 这个时间 珠葱所种的 差不多22天 20天 22天 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间 就可以再采收 顺功期末 我们的民众这个珠葱 实在是增加非常好 新北市的珠葱主要生长在平溪 双溪及供辽等东北角一带 在市府鼓励农民种植下 现在年产值约有2000万元 经济价值非常高 最主要 它是一个健康的食品 它吃起来 吃好吃 还有健康 希望说 透过这个方式 来鼓励我们在地的农民 发展我们的新的农业 从沉溪开始 在到看了 这条路 同样在到有来这条路 我们沿路 这些观光 路由和农业 能够合作为 我相信这是很好的方式 新北市农业局 不但和平溪区农会 合作成立的珠葱小铺 今年还结合产地商圈 共同推出美味的珠葱料理 4月8号到22号 还会举办田间厨房小旅行 为葱农增加销售通路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